第1572章注意你的语气 慕北淡淡一笑 倒是食物者为俊杰 说着这话 下一刻他单手结印 环绕于煞灵光剪外的龙纹环突然抖动起来 而后化作一道璀璨的龙印 龙印直接没入对方体内 煞灵脸色为变这是什么 你把这东西打我体内做什么 慕北倒留下一个保险罢了 你应该懂的 对方一旦出事 实力是非常强的 现在的他依靠本身实力根本不是对手 如此自然的留下一道保险 方才他已寄出的那些龙纹构建出了龙纹起爆印 龙纹起爆印烙在了对方的神魂上 一旦对方妄图对他不利 这龙纹起爆印立刻就会爆发 直接让对方化作灰烬 而这龙纹起爆印 他将一直跟随对方 哪怕对方实力在墙也抹除不了 毕竟此印已经落入了对方的神魂深处 与对方的神魂融为了一体 这龙纹起爆印 便是限制对方的绝对枷锁 煞灵自然也是明白了慕北的意思 惊怒到你竟还搞这等下做把戏 无耻 慕北平淡到注意你说话的语气 话落 煞灵顿时聚颤 第一时间发出惨叫声 龙纹起爆印微微抖动了起来 下一刻 煞灵连忙道我错了 我错了 我一定全身心忠诚于你 绝不敢再有丝毫冒犯 他的声音中甚至带上了一丝恐惧 只感觉神魂似乎下一刻就要崩毁 魂 对于任何生灵而言 灵魂都是非常重要的 他作为煞灵也是一样 灵魂一旦崩毁 那就是彻底消失 而随着他态度的转变 种在他神魂上的龙纹起爆印 渐渐平稳下来 慕北道记住方才的感觉 可别再给自己找罪受 煞灵颤声道不 不敢了 刚才 他真的感觉自己要死了 他第一次体会那等感觉 慕北点了点头 隔空看着他到出事吧 煞灵没有再说什么 专心突破光解 随着他开始突破光解 强横的能量一缕缕弥漫而出 直到过去数十呼吸后 伴随着一道剧烈轰鸣 山体底部裂开 一道光冲出来 乌光浓烈 下一刻 这浓烈乌光散开 露出一个头生双脚的高大人形身影 煞灵 他盯着墓北 下一刻来到墓北跟前 朝墓北围围行礼 经过刚才龙文起爆印的威慑后 他就算再有不甘 也是不敢对墓北不敬了 那样 倒霉的只会是他自己 墓北淡淡道跟上来吧 他转身朝远处走去 这藏欲古欲非常广袤 还有许多值得探寻地地方 他一一去探寻一番 争取寻到更多的命精 煞灵默默跟上去 此刻九颜洞大殿 长老们 不好了 洞主的魂灯 灭 灭了 一个轻衣中年冲进大殿 手中捧着一盏熄灭的魂灯 脸上满是惊慌的表情 什么 大殿上 大长老和另外几个长老正在商讨着宗门接下来的发展事宜 听着这中年的话后各个变色 他们看向轻衣中年手中的魂灯 魂灯果然是熄灭了 洞主 死了 洞主可是带着镇月宝印和三团道员在身上啊 是能斩杀定命九重强者的啊 竟然 死了 下一刻 他们齐齐间猜到了什么难 难道是 墓北 洞主离开 就是去镇杀墓北 可这才没多久 洞主便就死了 除了墓北 还能有谁 大长老悲哀得叹了口气 老夫的担忧果然还是应验了 明明再三劝解过 可 他苦笑着摇头 下一刻 他突然看向二长老等人道 我们一起去找那个少年 当面向他道歉 你说什么 二长老看着他 他杀我九颜洞长老 杀精英门徒 如今连洞主都杀了 反而要我们去向他道歉 这是什么道理 对啊 为什么 你在想什么 另外几个长老开口 一脸气恼和不解的看着大长老 大长老盯着几人怒斥道什么道理 我们三番五次招惹他 连洞主都亲自去了 之后他若一怒踏到我九颜洞来 你们说我们会遭遇什么 二长老等人张了张口 顿时不再说什么了 大长老看了他们一眼算了 老夫独自去 省得你们一个个废财坏事 废财 这个时候 他懒得与这几人客气了 真就觉得几人都是废财 一点脑子没有 藏域空间 墓北这个时候已经离开了原地很远 就在这时 他突然停下来 目光朝西北方向看去 随着他看过去 刷刷刷刷刷 混沌葫芦 小顶 吞天炉 斩磨到和九平宝连起起飞出来灵能 好雄厚的灵能 在墓北目光看去的方向上 他们感觉到了惊人的灵能 煞灵看向混沌葫芦他们 瞳孔不由地萎缩 眼中浮出震撼 墓北看向他 煞灵到他们潜在的能量 很恐怖 混沌葫芦文言 当即便是朝他蹦跶优和 会看我 小顶好眼光 吞天炉 斩磨刀和九平宝连加一 煞灵 这五个不太正经 慕北问他道你是怎么感觉出来的 煞灵到我是局域煞脉运生 勉强算是天地孕育而成 而他们 似乎也是天生地孕 所以 因此 我对他们的感应便是灵敏一些 不过 他们的级别比我高很多 慕北慕光围动 不过 下一刻便就恢复了正常 樊骨湖他们乃天生地孕 且级别非常高 这一点他并不是非常吃惊 当初他推演过他们 所看到的画面 个个了不得 超级别的天生地孕 很正常 下一刻 他朝所感应到的灵能方向走去 那个方向上 他不仅感应到了浑厚的灵能 也捕捉到了非常浓郁的命精气息 比此前山脉中的命精气息更浓 必定有极多的命精 很快 他航出了数十里 走入了一方灰核色的光秃秃山脉群中 轰隆 突然 前方传来激烈轰鸣 整个山群剧烈抖动 下一刻 一道粗壮的血色光束自前方冲天而起 将附近空间都给染上了一层血色 第1573章都是受他影响 墓北目光微动 黑麒麟和煞灵也是目光微动 这么一束血色光束突然间冲起来 明显是非常不简单的 而混沌葫芦和小鼎 他们则是更加兴奋起来 混沌葫芦朝墓北蹦跋到后 脸皮后脸皮 那里传过来的灵气波动变得更浓了 更浓了 墓北点了点头 不仅是灵气波动变得更浓了 命惊气息也变得更浓了 他没有说什么 直接朝着血色光束冲起的那个方向赶过去 很快 他距离血色光束变已是没有多远了 轰隆 这时 前方不远处传来激烈的打斗声 能量波动震动出一股股飓风 飓风一波波地扩散过来 同一时间 有着十分凶暴的气息夹杂在其中 而这等凶暴气息也是浓得很 就见着 百丈开外 两个年轻女子 被一群血色的疫情围着攻击 这些血色疫情形似秃旧 剩着单眼 满嘴如同锯齿般的锋利牙齿 近乎能将空间都给咬碎 模样丑陋可增 可气息却十分强 并且 它们数量非常多 密密麻麻的 整个天空都被占据着 它们围着两个女子 攻击越来越凶狂 擒鬼 墓北认出这等生物 当初在一本古籍上看到过 这禽鬼生性凶残是血 一旦发现猎物 便直接就会发起疯狂的攻击 不捕杀成功便就绝不罢休 这等生物 单一的一只其实并不可怕 战力不算特别强 可它们往往是群居 数万只一起生活 一旦发现猎物便至少是数万只一起攻击 数万 这等规模的攻击 那可就有些可怕了 就如此时 此地族有超过七万的禽鬼 这般数量的禽鬼一起攻击 就算是地命境的强者 那也会发羞的 轰 两个年轻女子被靠背奋力攻击 强大的术实之力不断寄出 一只只禽鬼相继被轰杀 血水不断暴剑 不过 两人的神力波动 却是明显在快速减低 俨然是快要有些不知了 尤其是其中一个女子 修为只是处在先命境而已 大部分时候是靠着另一个女子保护 若非如此 这个女子早就被成群的禽鬼撕碎了 墓北扫了一眼便知道 这两人乃是婉西宫的弟子 对此 他并没有在意 绕开那里朝远处走去 而就在这时 一只禽鬼发现了他 而后 这只禽鬼直接朝他扑过来 面目猙獰 顷刻极致 而就在这只禽鬼扑到跟前的一瞬间 便是突然在墓北体外仗许位置处直接炸开 墓北没有在意 继续朝前走 现在 他自然外放的气息 便足以粉碎生命级别的生灵 这只禽鬼最多也就这个层次了 而随着这只禽鬼崩碎 更多的禽鬼盯住他 成群地朝他扑过来 随着他们扑来 空间都扭曲起来 冲击力度非常惊人 墓北随手一挥 大片金色剑气席卷开去 扑扑扑 扑来的禽鬼转眼炸开一大片 血水四下蹦见 这般一幕 使这里的其他禽鬼反而是更加暴力 原本在围攻其先两人的那些禽鬼 齐齐发出怪笑 而后前扑后继的朝墓北扑过来 足足数万 全部转而攻向墓北 两女顿时的已喘息 而后 其中最强的那个女子朝墓北喊道小心 他们的数量一旦多起来 相互兼妖气共鸣 凶性和攻击力都将大 坑 刺耳剑鸣打断他后面的话 一圈金色剑气波兰以墓北为中心荡开 所过之处万物破碎 扑扑扑 所有禽鬼转瞬全面 如此一幕 令说话的女子瞳瞳走缩 跟在他身后的小个子少女更是不由得哆嗦 这数万禽鬼一起 就算是地命七重镜的强者来怕也是扛不住 必须退走 实在是他们的数量太多了 可是 墓北一瞬间全给灭了 这战力 害人 太害人了 下一刻 两人快步走到墓北跟前 朝墓北躬身行礼 为首的女子道多谢相助 他身后 小个子少女看着墓北 一脸崇拜到师兄您不紧长得超级好看 战力超级强大 心地也十分善良呢 刚才要不是师兄您帮忙 我们怕是会有大麻烦的呢 墓北看向小个子少女 哈哈一笑 朝黑麒麟和煞灵道你们看看 多么诚实的小姑娘啊 黑麒麟 不想说啥 这自恋的嘚瑟样 他早就已经习惯了 煞灵则是一愣愣的 而后 他看向混沌葫芦和小鼎他们原来如此 混沌葫芦像是知道他在想什么 朝他蹦跋道知道咱们的性子为啥给人一种不正经感觉了吧 都是受他影响 煞灵点了点头 敬朱者赤敬末者黑 是这的理 墓北则是脸色黑下来 看向混沌葫芦道你特么说这话 葫芦心不会痛吗 混沌葫芦道实话实说 并不会 墓北想一巴掌拍飞着凡骨仔 这时 那小个子少女朝墓北道师兄 我叫罗晓晓 我身边这位师姐叫齐仙 她是我们婉西宫的大师姐 齐仙再次朝墓北恭声谢谢师兄方才相助 她举止谦性的体 却又同时显得很大气带着一股非常不俗的气质 墓北道其实也不算刻意救你们 只是那些情鬼攻击过来 顺带全给解决了 方才 她确实没有要主动去救两人的想法 她一般不管闲事 若非那些情鬼主动攻击她 她已经是离开这个位置很远了 齐仙道无论如何 师兄你救了我们性命这件事 是不争的事实 若非师兄 我们二人怕是难以活着离开这里 墓北唯唯一笑 而后多看了对方一眼 对方身上有一股奇特灵韵 气息不一般 似乎怀有特殊血脉 不过 她并没有去追问什么 这算是别人的隐私 随意去问别人的隐私 而且还是一个不熟之人的隐私 这是非常没有礼貌的事 这时 罗晓晓突然问墓北道师兄师兄 您叫什么名字呢 说一下拜 以后其师姐追求您时 能喊个具体点的称呼 墓北 第1574章胸大腰细屁股翘 其仙翘脸顿时就红了 她气恼地瞪了眼罗晓晓 而后朝墓北道不好意思师兄 这丫头一直这般不正经 墓北玩耳道无访 这样挺好的 活泼的性子 往往是比较受人喜欢的 罗晓晓也行礼道墓师兄好 墓北笑道不必这般多礼 这两人 李杰是真的挺到位 虽然他不在意凡文入节 但注重李杰确实能给人一种好感觉 轰隆隆 这时 前方传来更加惊人的震动 灵能波动和命惊波动更雄浑了 墓北看过去 其他人也看过去 罗晓晓这时对墓北道墓师兄 也准备去纳各位之马 我和师姐也是 那个 我们能与墓师兄同行吗 墓北点了点头可以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罗晓晓连忙道谢谢谢墓师兄 这下子 咱们的安全感一下子就上来了 其仙也道谢 墓北笑了笑 而后朝那血色光柱冲起的位置走去 黑麒麟和煞麟跟上去 其仙与罗晓晓也跟上去 这个时候 有墓北在 两人不由的浑身都感觉轻松了很多 其仙看着前方的墓北 美目时不时泛起一丝波澜 他自认资质不俗 且有非凡抵运 战力全开 即可傲视同代 可如今 同为年轻一代 他与墓北相比 却竟是差了这般多 天壤之别啊 他实在难以想象 禁止命运尽修为的墓北 为何会有那般强横的战力 太夸张了 太离谱了 罗晓晓突然凑到他跟前小生道师姐 你目光落在哪呢 看上墓大哥了吧 其仙瞪了他一眼少胡扯 罗晓晓到哪里有胡扯 师姐你刚才就是一个 静得盯着墓大哥看啊 其仙气恼的想说什么 他又小声道师姐 有一句这么说 女追男阁曾杀 还有一句话这么说 进水楼台仙的月 现在 你两点都占据了 可得好好把我机会发起攻势啊 墓大哥这般优秀的人 错过可是大汉 其仙气道你怎么不去追 你也是女的 你现在离得也近 罗晓晓到我也想啊 可我着实是资本不够啊 哪可能配得上墓大哥 而师姐你不一样啊 师姐你可是二级文明宇宙第一美人 颜值爆表 而且胸大腰细屁股翘 师姐你是有希望的啊 其仙帐红了脸 这个小师妹太口无遮拦了 他瞪了眼罗晓晓到 你再这么乱说 我可要打你了哦 罗晓晓缩了缩脖子 吐了吐小舌头 下一刻 他突然问道对了师姐 你那个家族 那边 其仙脸色顿时不好看了几分 下一刻 他握了握拳 道实力 只要我变得足够强 便足以碾碎他们 罗晓晓重重点头 而后 他说到师姐 我没有师姐你强 也帮不上什么大忙 不过 师姐你只要有需要 只要师妹能尽到力 师姐你便一定要说啊 其仙笑起来好 再晚西宫 就这个小师妹与他关系好 沐北走在前方 没有刻意偷听 但强大的灵爵 却还是捕捉到了 两女的对话 看起来 这其仙的身份 还比较不一般 身后有一个极大的家族 不过 这个家族对于其仙 貌似不是那么友好 轰隆 震动再次传出 变得比之前更加剧烈 地面随着如水浪般波动起来 在这等震动下 实力最弱的罗晓晓有些没站稳 差点一个跟头摔倒在地上 就算是圣命静的起先 身子也是不由微微晃了下 沐北则是如履平地 他眺望血色光注那个位置 每一次震动生出后 那里传来的灵能和命精气息 都会浓郁上几分 是地底的灵脉命精脉 受到震动在朝外面貌 或则是其他 然后 他关注起另外一点 那便是 自方才的震动后 那里不仅有浓郁的灵能和命精气息传来 且还有一股暴力邪力传来 似乎有什么邪物将要破风出事 罗晓晓看着那里 到那片区域到底发生什么了 其先倒不清楚 但 在刚才的震动之后 除了灵能和命精气息外 那里多了一股邪性波动 感觉 十分不好 他面色凝重了几分 而后 他问沐北沐大哥您怎么看 沐北到去那里随意看看 其先 这时 沐北突然到有人在那里 罗晓晓诧到有人比我们先到了那里 那里的浑厚灵能宝藏以及命精宝藏 不会已经有人在汲取了吧 他与其先 也是因为感觉到了充沛至极的灵能和命精气息 方才是来到这里 沐北看着那里不是这场历练中的人 他的神念非常强 可扩散很远 这时候 在感觉到前方有更惊人灵能扩散出的同时 也感觉到了另外三股气息 这三股气息非常强 绝对不比一般的地命精武重修是差 而此次历练的人中 可没有地命精武重级别的人物 其先和罗晓晓动容 不是这场历练的人 罗晓晓到意思就是说 那里的人不属于五大宗门 这怎么可能呢 就连其先也是谋自为宁 藏玉古玉从很多年前开始 要是被寻到后 就是掌控在他们五大宗门手中 如今 此地中心却居然有不属于五大宗门的人 沐北道也不一定是不属于五大宗门 也许是曾经的那些历练弟子中 有人未曾走出去 就他所知 五大宗门每一次的历练 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弟子失踪 现在 他所感应到的三股气息 便有可能是属于五大宗门 曾经在藏玉古玉失踪的弟子 他不再多说什么 朝前方走去 其他人当即跟了上去 没过多久 众人便走出了很远 这时候 前方多出了不少残破电雨 每一座都交织着浓厚的岁月气息 也不知存在了多久 残破电雨的各个位置 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不少尸骸 血肉已经不见了 只剩下了白骨 罗晓晓到这些电雨 怎感觉像是一个大轿的遗址 其先点了点头 确实很像 沐北没说什么 继续朝前走去 而也是这时 刻刻刻 骨头扭动的声音传出来 附近的残破电雨内 散落的那些白骨石区 相继站了起来 甚至 有白骨石区从地面下爬出 第1575章 没问是谁锻造的啊 随着这些白骨石还站起爬出 阴气翁明令附近空间不由的扭曲和抖动 这些阴气自白骨石区门体内扩散而出 缠绕在这些白骨石海体外 散发着阴邪的波动 转眼之间 冒出来的白骨石区达到了数万 活脱脱的一只白骨大军 而且 这些白骨石还不仅只是数量多而已 它们所散发出来的阴气波动也是十分可怕 每一具白骨石区散发出来的气息都足以堪比普通地命境出奇强者 而最为首的数十具石区 它们十分魁梧 有着堪比地命巅峰及修士的波动 罗小小哆嗦了下这 迎着这等白骨石还大军 他着实是有些惊悚了 而就算是其先 这时候也不由为之面露心计 这么一群白骨石还 就算是来一百个地境巅峰强者 怕也会被眨眼间撕碎啊 下一刻两人目光齐齐落在墓北身上 这么一群恐怖的白骨石还大军 这个地方怕是也只有墓北能解决了 吼一道如玻璃摩擦般刺耳的吼笑传出 下一刻伴随着滔天阴气 数万白骨大军静止朝墓北等人扑来 随着他们扑来 空间轰铃 被震出一道道裂痕 画面恐怖得很 墓北面色如常 身盼忽而有成片的金色剑气浮现而出 随后以它为十点 以扇形卷开 这些金色剑气 每一道都似乎可以将一切斩裂 转眼便与白骨大军撞在一起 刻刻刻 翠生一道接着一道 数万白骨大军刹那间被绞碎一空 而后 有一道道魂魄飞出来 这些魂魄各个面色呆滞 但魂力却是十分强劲 墓北换出朱节剑 朱节剑演化出一口大漩涡 转眼间将数万魂魄卷入其中 下一刻 坑一道刺耳剑铭响彻天际 朱节剑表面光辉大胜 剑的级别大增 剑力跟随着大涨 墓北很是满意不错 这一瞬间 朱节剑的威能强了大约三倍 三倍 这着实是一个大收获 毕竟 朱节剑剑力大增 它的综合战力便是也跟着水涨船高了 煞灵这时目露金光 看着墓北手中的朱节剑到这剑 好生不凡 墓北手中的剑居然能吞魂 并且能以吞噬的魂魄来壮大己身 提升剑的级别威能 厉害 着实是厉害 墓北轻弹朱节剑身 到我亲自锻造 并且打磨到现在 煞灵 他也没问是谁锻造的啊 其先这时到墓师兄不仅战力强大 断兵的本领竟也如此惊人 其先佩服至极 罗小小点头附和墓师兄 真的很厉害呢 不 是超级厉害 墓北哈哈一笑 继续朝着前方走去走吧 跟上来 走到这个位置 朱节剑强大三倍 已有不俗收获 他相信 到了中心区域那道血色光柱那里 必定能有更加不俗的收获 希望那里的命精数量足够多 结合身上的命精 能让他一举踏入神命境 其他人跟上去 这之后 大约过去半可中的时间 一行人终于是来到了这片山脉群的中心位置 放眼看去 前方 九块石碑坐落于地面 相互间间隔一定距离为乘一个圆形 每一块石碑上各克有不少纹落 而在九块石碑的正中心 一副道文图烙印在地面上 直径足有百丈 散发着丝丝缕缕的光辉 此时 这道文图崩裂了 地面也在崩裂 有一道血色光束自崩裂的道文图下冲起 这血色光束 正是他们此前所见到的那道血色光束 而在道文图中心 一块块巨型灵石和巨型命精被堆放在一起 这些巨型灵石和巨型命精在被快速消耗 而后 那血色光束越加璀璨 道文图崩裂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崩裂范围越来越大 很显然 九块石碑与中间的道文图 组成了一宗封印 在禁部下方的什么东西 而此刻 有人在以那对巨型灵石和巨型命精配合某宗秘术 在破解此地封印 沐北对此没有特别在意 目光落在那些巨型灵石和巨型命精上 他预估了下 以这些巨型灵石 混沌葫芦他们能大幅度进步 而以那些巨型命精 他的修为也能大幅提升 混沌葫芦嗷嗷兴奋 就要冲过去 不过被沐北暂时抓住即什么 先解决此地的异类 他看向另一边 那个方向上 三道身影走出来 其中一人冷冽到尔等道士有些实力 命挺硬 居然能扛过那些禽鬼和白骨尸群 三人都是青年模样 毛子皆是呈现烟红色 给人一种妖艺的感觉 见着这三人 沐北没有什么反应 其先和罗小小却是目光为变或猎 莫无 赵吉 沐北没说什么 罗小小主动为他介绍霍列 就严动曾经的一个天才 三年前踏入藏域古域历练 于那一次失踪 莫无 真云格的真传弟子 也是三年前踏入藏域古域后失踪 没有被寻到 赵吉 练妖门的真传弟子 同样是三年前踏入藏域古域 也在那时失踪 他看着三人 他们都是当年五大宗门的超级天才 三个青年中 其中一人淡淡道道还认识这三人 看来是故人 这话一出 罗小小和其先都是瞳孔萎缩 认识这三人 这话未免说得太古怪了 下一刻 他们脸色突然微微一变 一时间猜到了某种情况 沐北道他们被夺赦了 夺舍 魂被压制吸收 肉身被他人的魂所占据 罗小小和其先文言点头 如今的情况 很明显就是这样了 下一刻 其先突然目光落在三人眉心 三人眉心 接待着一道似火飞火似云飞云的印记 这是 闽文 闽文 罗小小双眼睁大了几分 他们是 闽族 他们记得 被夺赦的三人 眉心原本是没有这等文络印记的 而现在有了 明显是夺赦者的文络印记显化 而这等印记 属于那个闽族 一个凶残可怕的族群 第1576章 将你来表演一下 闽族 来这二级文明宇宙有些日子了 背于这个种族 墓北自然还是了解一些的 修行界里有着关于这一族的传闻 据传 该族邪恶至极 魂力非常强横 当年因为太残暴 妄图以二级宇宙的无尽生灵神魂为石进化 被一群强者联手覆灭掉 那是很久前的事了 而现在看来 当初那些强者并没有覆灭该族 只是将该族打退封印了 而封印帝 便是就在这里 另外 他想到了一个问题 这藏玉谷玉外面的结界 开启他的五大宗门那五块残经钥匙 应该就是当初那些强者留下的 留下那钥匙 当时让后人隔一段时间 便来此地检查封印 不过 在时间更迭之下 当初执掌钥匙的人似乎出了意外 使钥匙崩碎后落在了五大宗门手中 或者 一开始就是五块残经钥匙 不过 这些对他来说并不重要 随便怎样 都行 不影响他 这时 贝多舍的霍列邪笑着开口没想到 过去这么久远的岁月 还有人记得我族 不错不错 我族的威名依旧还存在着 贝多舍的莫无道少说废话 拿下他们供其他族人入主 多一个人 可以让我们加快一分速度破解封印 争取三天内彻底解封 让族人们可全部杀出 霍列点头 他看着墓碑等人 直接迈步走过去 他面带邪笑 神情淡然的很 俨然是一点也没有将墓碑等人放在眼中 其先和罗小小没有说什么 看向墓碑 霍列目光落在墓碑身上 道看来 他们把希望放在了你身上 我很好奇 你不过是区区命运镜的蝼蚁 修为比他们还逼 怎 吃 一道金色剑气斩到跟前 瞬间将他脑袋割下 他身后 那么无何召集眸子为宁 好快的一剑 搜 霍列尸体内 一道魂魄飞出来 眉心带着敏族印记 鼓上端位置伸着一条尾巴 这条尾巴足有七尺长 他看向墓碑 脸色冰冷到确实不一般 是我大意了 不过 也对 能扛过那禽鬼群和白骨尸骸群 自然是不简单的 化落 轰 一股强盛能量自他的魂体中弥漫而出 而大于这的能量一出 令周盼空间阵阵扭曲 仿佛下一刻就要坍塌 习仙和罗小小顿时变色 这气息 绝对超出地命境了啊 这是已经达到三级文明层次了不成 这时 敏族那人的神魂盯住墓碑冷声道 虽然没有肉身支撑 力量会大打折扣 但 抹杀你这小 话还没说完 朱节剑自墓碑体内飞出来 一股射魂之力直接将他神魂束缚 使他散发出的强横气息一下子崩散 他脸色变了你这事 他的神魂居然被束缚了 而后 他竭力挣扎 可 随着挣扎 他脸色越加湿变了 以他的魂魄居然完全挣脱不开 而这时 朱节剑一抖 拉着他的神魂直接朝剑内卷去 他连忙朝那末无何召集审声道帮我 末无何召集自然是第一时间动起来 各个绽放出超越地境的气息 同时伸手抓向这个同伴的神魂 而这时 他们身旁无声无息多出两到三尺金色剑气 两到三尺金色剑气 各自散发着十分霸道的剑力 直展向他们头颅 两人变色 这剑气怎么出现的 当下 他们不得不分出精力迎上两道剑气 而在他们分出精力的情况下 营救同伴魂魄的力量便是减弱 神魂刹那间便直接被朱节剑拉入剑中 混账东西 一道森寒的声音自朱节剑内转出 敏足那人的神魂直接湮灭 而朱节剑的剑力 则是瞬间提升一大截 抢了三成 他满意一笑 而后 他看向那末无和照极看起来 你们并非完整神魂踏过来 以他的感觉 以及从方才那个敏足魂魄崩碎时传出的声音 对方应该不是完整的魂魄 而他这话一出 其先和罗小小动容 不是完整魂魄 方才那人 魂能明显超出地命境了 却居然还不是完整魂魄 这 完整的对方该的是多强 敏足的实力 该的是多厉害 罗小小小声道 难怪当初的先辈们只能将该族封印 不能毁灭 相对于二级文明修行界 敏足的实力太强了 莫无和照极这时冷冷地盯着墓北 莫无目光落在朱节剑上 而后对照极道注意了 切莫让他那炳剑触及到我等的魂魄 他这炳剑 有时魂夺魄之力 似乎可以绝对性地压制魂魄 照极宁声道 他不会有那机会 话落 轰 一股恐怖气势自他体内滚滚扩散 仿佛是一座毁灭火山在这一刻爆发了般 远超地命境 他盯住墓北我不会大意 一招了结你 话落 他一步步走向墓北 每一步走出 地面都随着聚颤 墓北笑了笑 这人此刻绽放出的气势的确很强 现在的他 在不用底牌的情况下 还真不是对手 不过 他一点也不在意 他背对着煞灵道 你来表演一下 煞灵问他倒需要留下他的魂魄吗 墓北道自然 煞灵点了点 召集无情的道 换谁来也没用 今日 你死 话还没说完 煞灵出现在他跟前 右手一挥便是将他脑袋摘下 血水静止蹦践而出 随后 煞灵一把撕碎对方肉身 抓住对方的魂魄后直接丢向墓北 墓北一抖朱节剑 对方的魂魄没入朱节剑中 转眼将之吸收 其仙和罗小小齐齐睾睁大双眼 他们只知道墓北强大 却不知道 跟着墓北的这煞灵竟然更强 超出地命境的敏族 居然被一招秒了 一招 这力量真是 而这时 纳莫无再一次瞳孔走缩 死死盯着煞灵看走眼了 你 话还没说完 煞灵已经出现在他跟前 如法炮制搬摘下他的脑袋 抓住他的魂魄后丢给墓北 朱节剑一抖 直接将对方的魂魄卷入其中 这个敏族魂魄没有第一时间被吞噬 传出猙獰的咆哮都给本座等着 话音落下 这个地方变得极静下来 齐先和罗小小齐齐咽了口唾液 三个超越地命境的强者敏族 居然转眼间被墓北和煞灵磨灭 而他们发现 看上去比墓北强大的煞灵 完全是在听从墓北的命令形式 这一切的力量 都是属于墓北的啊 罗小小咽了口唾液 而后盯着墓北的双眼露出 更崇拜的光泽牧师兄 你真的好厉害啊 超级超级超级厉害啊 墓北哈哈一笑 朝他到小小低调点 咱们低调点哈 煞灵 你说啥低调啊 能够感觉得出来 你似乎从来没有低调过 而这时 嗖嗖嗖嗖嗖嗖 混沌葫芦 小鼎 吞天炉 斩魔刀和酒瓶宝莲 他们骑刷刷飞向到文图 封印那里 直接开始吞噬那里的成堆 巨型灵石 墓北则是随手一挥 那各位至上的巨型命精 全部飞过来落到他手中 看着这些巨型命精 他咧嘴一笑 不错 收获很不错 这些巨型命精 加上他自己身上的命精 突破到神命境 绝对没有问题 他看向那道文图封印 封印已裂 就算不干涉 最多也就一年时间会彻底坍塌 这时 其先问他道 牧师兄 您会封印数码 可否将这里的封印加固 彻底封住那一族 若是让这里的封印破裂 敏族破风而出 那 一旦敏族破风出世 二级文明宇宙绝对会迎来巨大的灾难 墓北刚想说什么 道文图下传出冰冷的声音 当年创造二级文明修行体系的那几人 都未能彻底封印我族 过去这么些年后 可让我族强者的些许魂破越过封印降临 那几人都做不到的事 他算什么 就他 还想加固封印永封我族 笑话 我族的出世谁也阻拦不了 最多在有一年时间 此地封印将彻底坍塌 届时 我族将其出 说着这话 声音更加冷烈 冲着墓北道到时候 本座第一个杀你 就算你逃到天涯海角也逼死